朋友们不够霸气,演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全场 戳右边关注我们,每天给您送上最新出炉的娱乐硬核大餐 随着时代进步,现在人们对于演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颜值已经不是必需品,只要能将角色演绎到位,那么对于大家来说 就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值得大家追捧 在娱乐圈中,演员塑造角色非常困难,除了自身特点要符合角色 还要将自己带入进去,为观众呈现精彩绝伦的作品 正是因为角色的不同,才有了娱乐圈不同类别的演员 那时因为有些角色是他们不能替代的 娱乐圈就有很多演员,从出道到被大家熟知,一直都是一个类型 早就将自己定型,没有可塑性,也因此戏路越来越窄 迪丽热发大家都很熟悉,最近几年娱乐圈比较火热的明星 不管是综艺还是影视作品,都有她的身影 热发一直给大家一种软萌可爱,娇气秀美的感觉 以至于找她拍戏的导演,大多让她饰演这类型的角色 确实,热发最近这段时间的作品,基本都是性格比较可爱,或者温柔的大众形象 以至于大家都认为,热发只能适合这样的角色,像武则天那样霸气的人物,热发是饰演不了的 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女皇 也正因此,很多导演都拍摄过关于她的作品 因为作品繁多,娱乐圈的女演员很多都饰演过这个人物 因为气质不同,对角色认知不同 以至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武则天也是不一样的 作为比较热门的演员,热发也被大家带入过武则天这个角色 有些网友认为,热发这样娇气的形象,饰演不了武则天的 但是当她定装照曝光之后,网友们纷纷改变看法,有一种膜拜的感觉 从曝光的定装照上我们可以看出,热发本身的气质就很迷人 有一种抑郁时尚的感觉,这样的武则天给人的感觉非常惊艳 精致的五官,高贵的气质,简直就是从皇宫里走出来的人物 快快收下大家的膝盖 真是想不到迪丽热发的可塑性这么强 什么角色都能胜任,简直演什么像什么,瞬间惊艳全场 这样的形象和气质,加上热发精彩的演技 可能将将武则天这个人物表现出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作品 在荧幕面前,热发总是给人一种高冷的感觉 但其实她非常的傻白甜 生活中和荧幕上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环境 当然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但是不可否认现在热发的流量 热发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女孩子 在娱乐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现在的她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 得到了大家认可与肯定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热发还会有所提升 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